这个星期六就是南投立委补损了 所以宣战也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 不过现在蓝绿两党的候选人在吵什么呢 吵的就是垃圾议题 可以看到国民党籍的候选人林明珍 他是指控说林佳龙在担任台中市长任内的时候 是不帮南投烧垃圾的 还有在2004年的民进党政府执政的时候 也不让南投盖焚化炉 所以让南投的垃圾问题非常的严重 所以言下之意就是民进党是始作俑者 而且有些政策都是在林佳龙任内拍板的 不过前台中市长林佳龙 现任的总统府秘书长 他日前到南投帮蔡培会辅损的时候 是严正驳斥林明珍的说法 林佳龙说其实在他担任台中市长任内 他烧垃圾烧很多烧了5.7万顿 但是不烧垃圾的是谁 是台中市长卢瑟燕国民党籍的 他只烧掉3000顿 在2020年的时候停烧 你根本就是甩锅甩到卢瑟燕这边来 那么林明珍事后也被问这件事情的回应结果 他就改口说 他其实不清楚整件事情的状况 而且他不当县长 要大家来去问县府关于垃圾的问题 而现在其实两位候选人 不管在建设以及经济 在社府等议题 其实都有提出相关的政将 不过现在也被一些环境专家学者批评说 但是针对空污 其实这两个人都没有提出相关的改善政见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5万个人都没有 提防